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松山长老教会 听说它也是一间 命运多揣的教会 好像它的建筑也是 建筑本身好像也是 有在重新改建过两次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 介绍一下这间教会的故事吗 好 这间教会呢 它是蛮有名的一个 传教士传过来的 它有名到有一间医院 以它为名 猜猜看是哪一个 那想必就是马接博士 对 这是马接博士的地识所教堂 就是他来到台湾盖的 第十间教堂 对 那当时我们台湾人不太喜欢 传基督教 那他们来传教是很辛苦的 有些人会对他们丢石头 或者是很多排斥 这样子 那有很多教会常常盖了 然后又被他们拆掉 那到最后一次就是刚好中化战争 那时候拆得最凶 就是他们以为说马接博士就是欺负我们的外国人 所以他就把他的教堂拆掉 那马接博士就 他就应该很生气吧 应该很生气吧 所以那就找当时的刘明传理论 那刘明传也觉得是我们不对 所以他就陪马接博士十万两银 那马接博士就利用这十万两银 重建了四间教堂 一间在新殿 一间在大道城 一间在旺华 然后当然另外一间就是在我们松山 所以我们松山这个教会呢 它也叫做赔偿教会 因为他是用赔偿金所盖的 那当时呢 他从盖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说 我们都一直缓对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要跟我们中国有一点结合 所以他盖起来的时候 他就用那个内似庙宇的尖塔 这样盖起来 用我们的材质 然后用红砖盖出那尖塔形的教会 那而且渐渐的慢慢的 他大家也知道 他也帮我们台湾人医牙齿嘛 拔牙 所以就很多人都接纳他了 而且也帮助他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呢 是后来老和街呢 他拓宽 就把刚刚说赔偿教会的那个形式呢 就拆掉了 那时候就因为拓宽的关系 然后被 就是原本的教堂就被拆掉了 对 然后就重新盖成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堂 这样子 然后这个长老教会 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有那个讲台语 然后他们的一个标志 就是焚而不悔 那焚而不悔就是基督教有一个 就是那个上帝他要摩西带领他们一些人 离开那个埃及的那个折磨嘛 所以那个上帝就弄金桔 烧金桔 然后那个金桔是不会毁坏 他既然被烧 然后不会被毁坏 然后用这个来暗示摩西 你有这个能力把那个 把埃及的 受困在埃及的人带出来 那后来就是出埃及基的故事 所以他这个教会就是 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玛街 他来传教受到很多困难 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不放弃 他就那个 所以他是以这个焚而不悔的精神 来传这个教士 然后他也是很高兴 他说他希望 他可以让上帝所用 这样子 所以长老教会会用这一个 这个焚而不悔 来做一个他们的象征 一楼那边就有一个 它的那个铜雕 就有一个焚而不悔 是是是 你如果看到很多 那个长老教会 他们都几乎有这个标志 老师听说这间 这个山东小磨麻油这间店好像是百年老店 对 真的是很有历史 已经快要两百年了 对 对 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家店的故事 好 他为什么叫山东小磨麻油呢 根据他们第四代 好像叫陈朝记 他的先生 他自己本身也是练拳机的 是 很那个健老的 那他说 其实我们台湾人吃的麻油是什么样的麻油呢 是那个黑麻油 黑麻油是做什么 有没有吃过那个烧酒鸡 黑麻油鸡 就是那个就是黑麻油 然后山东的麻油呢 是做什么的 是我们凉拌的时候啊 家乡的 那那时候那个国民政府带了一些外省人过来 那他们看到我们这边吃黑麻油 那他就说 我也要来学那个黑麻油 那他们就觉得说 你要学我也要学你们吧 所以他就学了那个山东的小磨麻油 就是叫做那个白磨油 我们通常我们是 我们台湾是黑麻油 然后他们是白麻油 那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呢 台湾人都了解我 我是卖黑麻油的啊 可是为什麽不知道啊 那怎麽办呢 怎麽办呢 我干脆把我的店名呢 取名成什么 山东 他一般以为这家店是山东人 其实不是 是道道地地台湾人开的 山东小磨麻油 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老师可是他可以 在这个这么热闹的 劳河结业室 然后这个存在百年以上的老店 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的麻油都是他自己调制的 那个老板曾经跟我讲说 来 你摸摸我的皮肤看看 很光滑的哦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说他每天要在练油 他都要室油 每天都喝油 所以他的皮肤是非常光滑滑亮的 是因为喝了他们自己这种纯天然的 最健康的油 都是他们自己提炼的这样子 那个老板是说 反正我是很老实的在做 然后他觉得说我老实做就是很棒的 就一直流传下来这样子 就是很诚实的就是真材实料 然后很用心的在制作 这就是他的口碑 就百年来时钟如一 这样子一直秉持着初衷 在做这些这个麻油香油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 他觉得这样不会被时代淘汰 真的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松山市场 然后刚刚听人说 这个好像是市场的办公室 对 那他好像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年代的 对 他就那个日记时代就保留到现在 然后他还蛮特别的 他是这个板子是最主要保护它里面 它是用土盖的板子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这个外面的木板 重点是里面那个它的土墙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们 我小时候这个市场还是很热闹的 里面都有卖菜啊卖鱼啊卖肉 可是现在呢 因为有夜市了 那大家还有就是古林街那边 冬村市场变很大 所以每个人都跑到冬村市场去买 然后这边的市场就比较少人在买 那就 刚刚那个彭先生也有讲说他们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就不想做了 所以就变成有些摊位都没在卖 就只剩下一两摊有在卖水果 卖肉这样子而已 老师所以他这个市场里面的格局是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他里面有那个 它的原价和横梁那些 那个都是从日居时代就留下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早期我们台湾是没有市场这个概念 是日本人把它引进来 这个市场的概念 不然我们大半都是尿口尿会 在那边交易做交易 后来就是就在这边盖了一个松山市场 就是专门让大家可以来这里买菜啊 买东西的地方 又比较卫生这样子 然后刚刚那个屋顶没有看到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市场讲究的就是空调 所以有很多的窗户 对 所以就是要让空气流通这样子 对对 是 所以那这个市场 那所以其实在台北这边的话 好像是只有这个市场 是从日居时代留下来的 对对 因为早期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很返回 所以我们双山市场 算最早的一些 买卖市场交易的地方 然后还能够保留到现在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双山 唯一成立古迹的就是这个双山市场 就是市场成为古迹 唯一有一个古迹 其他的都被拆掉了 对 是 有市政府成立的 就是市定古迹这样子 是 老师这里是台北府城隍庙 好像跟另一边的那个 峡海城隍庙不太一样 不一样 好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城隍庙 城隍就是保护这一个做成的一个神 那它写台北府 可见了它就是哪里的城隍岩 就是台北府的 对 对 所以 晚台北府的范围 对 那那个台北城以前在哪边 就是你现在有什么东门西门 北门 那个框起来 所以台北府城隍庙 它这个城隍岩早期是在那个城里面 是我们自己台北的一个城隍岩 是 然后那个峡海城隍庙 峡海是他们从大陆迎过来 那那个以前的官员 如果说来这里就任 他一定要去城隍当地的城隍岩 拜码头 对 对 那 那为什么他们搬到这里来呢 因为在日记时代的时候 他把台北城的城隍庙拆了 那 他就把这些神像 去放在 像大道城有的城隍庙 城隍庙 他去放那里 然后有的 放在望海的地藏岩 那 我们这边地方人士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地方在那里 所以他就把他 公共来我们松山 那就盖一间庙给他 那在日记时代 其实日本人好像不太有 希望我们成立庙 所以他不能再用台北府城隍岩 城隍庙来做名称 所以他早期有改成昭明庙 那昭明庙 后来最近几年才又改回来台北府城隍庙 改成昭明庙 可是其实供奉的还是城隍岩 就是我们台北府的城隍岩 是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日记时代就是 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掌权者的 就是有意见 所以就改成叫昭明庙 那当时他们要改名字的时候也有福兰 福兰 然后说这个是什么 报应昭章 因为那个城隍岩他也是 属于那种 你以后一定要报到的地方 那你做什么事情 你在人间做什么事情 城隍岩都有办法知道 所以这城隍岩里面有一个大扇盘 可以算你在世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好事 做什么坏事 就是城隍岩都算得一清二楚 对 是 所以人们就说 城隍岩一定要存在 我们台北府的城隍岩一定要存在 是 是 老师 那我们来到这个松山持幼宫啊 它也是这个在地的一个信仰中心 对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 它的这个 它的一些历史 它的背后的这个故事 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也是有很多那种 古老的一些痕迹 可是它好像又不是古迹 嗯 我们那个松山持幼宫啊 现在已经建庙快要200多年的历史了 那最早呢 是那个 有一个和尚叫林守义的 他统着那个马祖 他到处寻找 要在哪里建庙 然后那来到松山 一看到这里是个鲤鱼穴 他就决定要在这边盖庙 然后有地方集资来这边建庙 这样子 那我们持幼宫早期是管十三庄 那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这附近有十三个村庄的意思 嗯 应该是 其中其实也包括到南港内湖 就范围很大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落尽的时候都会走到那边去 这样子 那 呃 这边是大家的信仰中心 在我小时候 我 记得 他那个后洞 也可以让借人家办那个喜庆的宴会 嗯 然后 呃 他的后 也有戏台 大家都可以来看戏 然后慈幼宫曾经也有 请师傅来做那个汉语教学这样子 所以老师你小时候有来这边上过课吗 欸 小时候是没有 然后反而慈幼宫之前有在 我们刚刚有看到慈幼宫图书馆 嗯 他有办一些课程像插花啦 或者是 嗯 很嫩的课程 我有上过 就是 就是也是就是一些那种地方工艺的 活动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是其实已经都融入在地民众的生活 嗯 对 老师那 你说他已经建庙200年了 嗯 那他为什么不是古迹 看起来这么新这样 对 很多就是很新 然后很富丽堂皇 然后还有好多很漂亮的那个 雕塑 这样子 因为 其实我们慈幼宫本来被列为三级古迹 后来因为发生火灾之后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火灾 应该在七十几年的时候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好像是七十九年的时候吧 嗯 然后发生火灾 那整个大殿就毁了 所以他们不得已 就撤掉那个古迹 然后重新盖新的 这样子 嗯 那盖新的他其实也是很用心的 在做这些装饰耶 很漂亮 对对对 所以老师那我们 那你说他的大殿被烧毁了 那我们还看得到他以前古迹的部分吗 他有把一些石雕保留下来 像后殿的一些花鸟柱 人物柱 都放在这个后殿的一个中廊上面 那你持幼宫的外面松河路 他有一个石雕公园 也可以看得到他一些轨迹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说他后面那一条路 就是他那个 就是那个河堤上那面墙 就是他是因为前垫被烧毁 所以有些 他从盖就把以前的拆下来嘛 然后舍不得丢掉 然后他就把它立在那里 就变成是中式合体的一面墙 对对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他门口的石雕子 本来他庙盖好之后 他也是新雕 后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柱子 他发现到这个非常古老 所以他又把它搬回去 然后作为我们持幼宫的镇馆之宝 是 就是也是从清朝留下来的 对对对 家庆年间的 是是是 所以就是其实从进门的时候 就是还看到这个保存 就是逃过一劫的这个石狮子 对对 是 老师那我们刚刚也就是一路这样子 这里已经是五楼了 对 我刚刚一路走上来 其实他就是庙里面有很多那种 很漂亮的那个神像啊 还有一些您说那个焦子桃的一些 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在游行的队伍啊 那些那些雕塑 你说太岁殿里面的 对对对 下面叫那个 对以前绕镜的时候 那个也是很特别的 对 那个就是呈现那个早期绕镜的盛况 哇 所以那太岁殿好像也是 就是好像也是只有这边看得到啊 就是这么多神明排排座这样子 对 因为一般的庙里啊 那个太岁殿那可能就 类似你讲的 这样排排座这样子放一块 可是我們持幼宮太歲墊 它是每尊都做得很大 然後做得很讓你很清楚 看到每一位太歲的長相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找你看是你哪一年生的 那你的執心太歲就是那個 它下面有那個哪一年哪一年出生 這樣總共會有幾尊 就是一家子這樣子 是這樣 那太歲仙君他們都是掌管什麼的 就是像說那執心年 你每一年那就是掌管你的 它會看你今年你是做了些什麼事 然後如果有時候搞不好它會處罰你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安太歲 先跟它報備一下 然後什麼那也有一種提醒 我們自己也是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 不然它就是會 是 那那個我們持幼宮是供奉馬祖 然後它又叫寧墨良 是 那它為什麼叫寧墨良 是因為它出生就是都不出生 連哭也都不哭 就很安靜 對 所以他們家的人才把它取名叫寧墨良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人那麼供奉馬祖 因為馬祖他後來跟人家學習那個道法 然後後來幫助沿岸的一些漁民 然後像船家什麼的 所以大家就 就變成馬祖變成是就是保佑這個海上的漁民 然後我們大部分都是從經過台灣海峽 那台灣海峽是非常洶湧的 就是黑水溝 對 然後很多船家他們船上幾乎都有白馬祖 可能就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台灣就很喜歡馬祖 就是從中國大陸要坐船到 渡過黑水溝來到台灣 然後能夠平安的來到台灣島這邊 就是因為有馬祖保佑 對 老師剛剛我們講到這個媽祖娘娘 好像通常他身邊都會伴有千里眼跟順風的 對 所以就是剛剛你好像有講到就是說 就是 所以這里媽祖的精神啊 他是他身邊的千里眼跟順風也是 就是應該也都還在 在啊 對 那這個是我們是在哪邊可以看到的 嗯 那個其實我們 從外觀兩邊 就有個千里眼跟順風 然後我們廟裡面 也有那個 最公拜的地方 也有兩尊 然後這裡面 有兩尊是最古老的千里眼跟順風 就是跟隨著這個廟 就是可能剛蓋好的時候就一直都傳下來 最古老的千里眼跟順風 嗯 聽說是 嗯 他們兩個本來是立國嘛 然後想要抓那個馬祖當老婆 嗯 是這樣 對 然後那個 馬祖就跟他們約定 就是說 如果我跟他們打的話 我輸了我就當你們老婆 然後你們輸了你就要當我首相 是 所以你們知道是誰贏 誰贏 哈哈哈 然後馬祖贏 所以他就變成千里眼 他可以看很遠 然後誰有 嗯 有什麼苦難啊什麼的 馬上報告給馬祖 那順翁兒呢 他也可以 嗯 聽到誰在孤舊馬祖啊 嗯 就這樣 所以是有 就是馬祖身邊的兩個 變成兩個最得力的助手 對 嗯 所以其實 老師真的知道很多有趣的典故 嗯 然後其實這個廟裡 他這個歷史這麼久 嗯 然後雖然說有重蓋過 那可是其實我們還是如果 仔細看的話 還是有很多以前留下來的 就是 古蹟可以去欣賞 其實我們也可以欣賞現代的建築 嗯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看古蹟 其實現代人有很多 他也是 花很多心思去做 做這些廟盒 嗯 對看到這些膠質 他也是真的是做的很景色 對 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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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